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小新 昨天晚上打了几个响雷 有一种食材 会破土而出 我今天来看一下有没有 大家看我这里找到了一个 大家看这就是春笋 这个个头比较小 春天只要是打雷下雨 它就会慢慢的冒出来 我这里发现了一个 哎呀这个好像有点大 还很深啊 我把这里挖宽一点 哎呀 挖到一个大的了 看一下这么大一个 哎呀 刚刚表弟挖了一个大的 我要挖一个比他更大的 刚刚发现了一个 还是没有表弟那个大 不过比我刚刚挖那个稍微大一点 这是表弟挖的 这是我刚挖的 你看对比一下 刚刚挖的有 五个 差不多了 现在 准备回家 中午炒辣肉吃 我又还发现了 一颗野生的兰花草 现在我就用这个 挖来的这个大筍子 来炒辣肉吃 这个辣肉是我们过年的时候熏的那个黏猪肉 这个辣肉是我们过年的时候熏的那个黏猪肉 它现在就会没有那么大了 这个是我们过年 已经过年了 我们过年了 炒之前我们要把这个水烫一下 这辣椒要稍微煮一下 这辣椒的时间比较久 现在只要放点葱花就可以起锅了 因为这个炸肉取等时候已经用盐腌过了 所以它本身就有盐 就有点咸 准备吃午饭了